好的,那我们就今天继续来讲这个爱的超自然美德 我们过去这几个星期一直在关注,在聊这个爱的行动,爱的行为 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爱的最首先的一个行为叫做善意 benevolence,对被爱者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 我希望你好,你的存在是好的 然后那不仅他从意愿上,从意志上对被爱者有这种善的意愿 同时接下来爱会采取行动 爱会为了维持被爱者的存在而采取善举或者善行 所以那我们在这个上一周也谈到了这种善举和善行 我们可以总结起来有大概两种不同的口味 一种是我们被称之为叫做负爱一样的这种tough love 这种严厉的爱 能够为了被爱者的善能够纠正他的错误 另外有这种母爱 这种包容温柔的爱能够包容被爱者身上的缺点和他的软弱等等 那今天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来看 这个爱当我们谈到说爱就是转向一个被爱的人或者一个被爱者 对他说你存在真好 那从这个最原始的最本质性的这样的一个宣告 我们看到这个爱就不仅仅是对被爱者发出的善意 也不仅仅是做一些好的事情给这个被爱者 而是它其中包含着对施爱者自己的一种主观的强烈的感受 那这种enjoyment 这个爱的人对他的爱人说 你的存在真好 我享受你的存在 所以我们接下来思考 因为如果爱只是停留在善意和善举这个层面上 而缺乏了这种享受被爱者的存在 或者满足被爱者的存在的时候 这个爱并不完整 你可以对一个你不爱的人 你觉得说你也是对他有善意的 你也是能够做一些好事 街边的一个乞丐 你也是希望说他生活的能够生活的好 然后而且他可以衣食无忧 你甚至可以 你甚至可以给他一些好东西 但是你 但是你不会 你不会说你爱这个人 所以这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那就是你享受他的存在 那这个当我们谈到这的时候 我们就在谈到说 你看到前面这两个所针对的善 是作用在谁的身上 是作用在施爱者还是被爱者身上 这个善是作用在被爱者身上 对不对 施爱者发出善意 这个善意作用在被爱的人身上 我希望你好 善举也是一样 我为了能够爱你 我可以为你做这个做这个 所以这个善都是作用在被爱者的身上 对吧 那但是当我们谈到这个爱的享受 爱的满足感的时候 我们在谈说 这种这个爱的这个这个善 作用在了谁的身上呢 作用在了施爱者的身上 对 非常棒 施打写 所以我们英文这是lover 这是beloved OK 所以我们注意到了 这个爱的行为 不仅给被爱者带来了好处 带来了益处 而且给施爱者带来了好处 施爱者会感到幸福 感到享受 不仅仅是被爱者 而是施爱者本身 当他去爱的时候 他享受 他感觉到了享受的快乐 所以呢这个 这个就是 我接下来就可能稍微提一点 感觉听起来有点抽象的一些东西 但是 就是bear with me 在上一个世纪 二十世纪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在一些伦理学家 特别特别是以新教的伦理学家 比如路德宗为代表 或者包括一些改革宗 一些神学家 特别是当他们谈到伦理学的时候 会试图把这个爱 两种爱对立起来 一种是agabe 或者是在拉丽语里面 叫caritas 把这种爱和另外一种爱 叫做eros 对立起来 那你会看到一些 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的一些伦理学家 会这样去呈现 那agabe和caritas 就顾名思义 这指的就是上帝的爱 或者就是在基督里的这种爱 而eros 指的就是人的情欲的爱 所以呢 很多人会说 这个eros 是一种希腊哲学的产物 希腊哲学 强调人自己要享受 这种情爱带来的这种享受 是指一种需求的爱 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发出的爱 而agabe或者caritas 是上帝的爱 是来自于圣经的爱 圣经教导我们的爱 是一种完全无私的爱 那 比如说像carbart 巴特 就是会 会把这个两种对立起来 当然不仅仅是他 这是当时整个时代的一个特点 就是 那 的确他有一些在宗教改革里面的影子 比如说路德会特别的强调 上帝的爱是绝对主动的爱 而受造物的爱则是被动的爱等等 那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在 你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种 rhetoric 当作是一种修辞 是一种表达方式 它不是精确的或者准确的 伦理学的定义 那当我们去 当我们去比较准确的去定义 说到底人的爱 对吧 到底agabe跟eros 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 我们首先需要还是回到这个概念 那就是我们作为受造物的爱 不能够等同于创造主的爱 我们的受造的人性本身包含着需求 所以去要求一个受造的人 完全无私的去爱 是在要求他去做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 让他去爱的时候 不能有任何的喜悦享受任何兴奋的感受 只要是他感觉到了有任何的这种 自己哪怕是让自己感到很快乐的这种 这种情绪都会变成说 那这种爱是不是变成自私的了 所以这种担忧是非常多余的 因为我们作为受造物 我们一定会有自我的需求 包括当我们去施加爱给另外一个受造物的时候 我们自己同时也成为受贿者 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非常美的礼物 就是爱这个礼物 上帝给人的这种爱是如此的 是如此的满有恩典的 上帝没有说去无私的 毫不利己的去爱另外一个人 上帝没有这样要求 反而上帝所赐给我们人类受造物的爱 是说去这样做吧 当你去爱的时候 你自己同时也会得到极大的喜悦和满足 因此这个爱就不会说是让你去 变成说一个完全没有 对你自己没有任何益处的 一个完全的自我牺牲 而是win-win 而是一个双赢 而是当被爱者感到幸福的同时 施爱者也感到幸福 所以这种满足跟享受 我们就必然要谈到的是 我们需要谈到的是这种爱和喜乐之间的关系 爱和喜乐之间 有着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喜乐 喜乐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一个副产品 喜乐是一个副产品 今天有人说我要喜乐我要喜乐 但是我们忘了如果我们只把目光关注在喜乐本身的时候 我们永远喜乐不了 要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呀 我越想我要常常喜乐 我越喜乐不了 为什么因为我也想说我现在很不喜乐 然后就越来越痛苦 那如果你想要真正的享受喜乐 你首先必须要爱 因为爱会带来喜乐 一个没有爱的人是没有喜乐的 所以喜乐是副产品 今天你会去到这种现代的教会里面 给你打鸡血 给你用这种现代诗歌 用这种音乐去找这种喜乐的感受 这个东西是没有根基的 这个东西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 它是一个纯粹追求一个暂时的化学反应 就好像你去打一针多巴胺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带来的那种兴奋感 那种东西是稍纵即逝的 所以它是没有根基 那种兴奋的感觉 那种闭上眼睛 跟吸毒了似的 不是 也不一定是跟吸毒 它所通过人体造成的这种感觉 并不是真正的喜乐 因为它是暂时的 因为它是没有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 那所以真正的喜乐是 真正的喜乐是不会因为多巴胺浓度的减退而消退的 真正的建立在爱上的喜乐 不是在心跳加速的巅峰之后感到疲惫的 对吧 所有其他的那些这种只是单纯的为了操纵你的情绪而产生那种高昂的情绪 接下来你会经历的就是情绪的低落 所以就是为什么在奋心运动之后 Charles Finney在20世纪的美国 在这个纽约州开始掀起的这种奋心会 对吧 你们不都是很无聊吗 在教堂里面待着都是昏昏欲睡的都很无聊 所以都出来吧 我们一起来上山办个活动 上山去搞个分行会 给你们表演个节目 你知道那个 Finney的分行会都是跟马戏团似的 你们见过美国的马戏团吗 就是那样事的 然后进去之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种大的帐篷 然后里面这个座位 然后上面有唱歌的表演的 有耍猴的 真有 我没有在骗你们 Literally 真的有 他们会有一些娱乐节目来调动气氛 然后接下来有人上去做见证 我曾经以前怎么怎么样 但是自从听了 Finney的奋心会的这种 之后我就是爱主 我的火热的心又开始燃烧起来了 开始做见证 然后说我以前多么犯罪 但是后来我又改过自信了 怎么怎么样 Finnney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戒酒的见证 戒酒戒烟的见证 全都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呼召了 来吧 谁现在来到商界面前悔改自己的罪 哭得痛哭流泪 前面第一排 这是 Finney发明的 这个东西叫做 Anxious Bench 这个是 Finney发明的 叫做所有的奋心会的第一排 全都是指定的人做的 不是你随便做就可以做的 那个叫做 Anxious Bench 什么意思就是焦虑的板凳 因为他会走到你面前来 然后这样对你说话 悔改吧 上帝现在呼召你悔改 就是一跳瞪着眼 然后他前面安排坐的人 全部都是那种情感比较充沛的 就是他都安排好就坐在那儿 然后这些人会 开始跪下来 开始大哭 然后带动了整个后面的会场 就开始大哭 所以这是奋行主义 就是Revivalism在美国 那我说这么多要干嘛呢 对吧 对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什么呢 就这样大肆地调动民众的情绪的结果 就是你今天再去纽约州 你会看到那里是鼠林最荒凉的地方 因为在美国有这样一句说法 就是芬妮奋行的火烧过的地方 就是寸草不生 就曾经这些人 他们还说 就是说 OK 还是去教堂的 还是去教会的 对吧 还是去某一个教会的 会有几代人下来了 自己的孩子也在这个教会里面受洗 然后就这样 很稳定的 但让芬妮这么一整 人们都回不去教会了 因为在教会里面找不到那种感觉 找不到那种 上帝的那种圣灵的火 灼烧我的灵魂的那种感觉 教会里面就是 又是讲到圣礼 什么时候结束 太无聊了 所以我就怎么办呢 那我就接下来 找这个感觉怎么办呢 芬妮去哪 下一站 下一站芬妮去哪 纽约州 上边 我去纽约州上面找芬妮 芬妮要去南部了 不行 我们得跟着芬妮去南部 所以你看到吗 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布道会的 而且芬妮 芬妮很容易 她就准备一篇讲道就够了 她就这边讲完之后 换到下一个城市 再讲同一篇讲道 再换到下一城市 再讲同一篇讲道 她这辈子可能准备两三篇讲道就够了 所以我要说这个就是说 这种并不是真正的属灵的喜乐 这种是情绪的操纵 而且这种方法已经在历史上证明是错的 奋心主义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很多华人教会还把美国奋心 19世纪吃剩下的垃圾拿过来 来去继续的诱导这些 没见过美国奋行运动的这些华人 在华人教会里面非常的盛行 台湾人的教会 什么这些教会都大肆特搞这种 什么各种营会各种活动 我告诉你 你就继续往下看 再过30年到50年 所有这些搞奋行运动的 类似的这种什么营会之类的 什么彩虹营啊 什么这个什么这些的 他们接下来全部都是属灵的荒漠 因为你不可能一直持续高涨 那个情绪在那个位置 你最后会疲惫 你最后会想说回归平凡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宗教改革的属灵的 属灵的样式 就是平凡朴素的蒙人管道 所以这在英文里面叫做 Ordinary Means of Grace Ordinary 它不是那种很超凡的 不是那种很特殊的 它是看起来很一般的 讲道 讲道 圣参 不断地重复地祷告 宣告 宣告律法 悔改 然后宣告赦罪 就是这样 日复一日 每一周 接下来每一个主日 而这个就是上帝 继续浇灌教会的方法 而这就是真正能够生发 它在坚固的爱的基础之上的喜乐 这是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喜乐 那种属灵的情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它扎根在上帝的蒙人管道的基础之上 你不会感觉到说 上天了 成仙了 然后第二天 从山上下来 你就追到地狱了 你感觉 哎呀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们去参加营会 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咋参加 参加过营会的都知道 对不对 从山上一下来 就被打回原形了 在山上的时候都跟孙悟空似的 在山如在天 七十二变 天天哭得稀里哗啦的 一下山傻了 我还是那个罪人 我还是那个软弱的人 我还是那个 对吧 每天还是要面对平凡的生活 面对孩子 面对家庭 面对工作 对吧 然后就 所以我在这里面 为什么之所以谈到这呢 就是因为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喜乐 一定是有原因的 而真正能够使喜乐 长存的 是建立在真正的爱上 你真正的爱上帝 真正的不断的领受 在摩文管道当中 领受上帝的爱 你的喜乐是源源不断的 哪怕是你面对没有高涨的情绪 哪怕是你面对生活当中的苦难 哪怕是你面对各种各样的 对吧 生了癌症疾病 你会看到这种 这种扎根在摩文管道上的喜乐 是极其强大的 你真正见过那个在病床上癌症晚期 但是他这一辈子七八十年一直在教会里面 每一周每一个主日都领受盟管道的这么一个老人 然后当牧师来到他病床前去探望他 他脸上充满的喜悦 但他可以面对死亡 他说我不论再生再死 我的身体灵魂都是属于我信实的救助 所以我现在比我健康的时候更加的喜乐 因为我要去见我的主 你能看到那种喜悦不是装出来的 它是能够真的基于领受了上帝的爱 以及对上帝的爱所迸发出来的喜悦 by the way 我说的这个是一个真事 我原来在San Diego美国的教会的实习的时候 带领我的牧师 曾经带我去他们教会在老人院里面 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 那个背已经是九十度了 就是住在老人院里面 然后她带我去 她跟我介绍这个老人她的一生 她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然后一直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 从来没去参加过什么营会 从来没去参加什么彩虹营 就是每个主日忠实的虔诚的来到教会来敬拜 然后背读她自己的药理问答 我跟你讲 这个药理问答的净钱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些曾经在刚来美国这些荷兰的移民 他们有很多的荷兰的农民 你如果去美国中西部 去看美国的大农村 那些改革中的荷兰后裔 他们有的没文化的 没有文化 他们连英文的字都不会拼的 卖玉米写的那个空都是瞎拼的 K-K-O-N 空 卖空 但是他们能够背得出来 一个字不差的把整个孩子 把药理问答背下来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 这是从哪来的 这不是一天两天 上去感激涕灵 感动都不行了 然后得来的不 每一天每一天在家里 每一天就是十分钟 十分钟 十分钟 每天十分钟 就这么来的 然后这个东西慢慢侵入到你的生命里 这就是你的生命 就是你再生再死 唯一的安危是什么 我不属于我自己 我不属于我自己 上来第一句话就知道这个 我不属于我自己 而属于我现实的救助耶稣基督 祂为我的罪 祂的宝血补偿我一切的罪债 救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 祂是如此堪顾 我的头发如果没有天赋的允许 我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 所以我可以在躺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 我还可以有喜乐 就这么强大 这就是真正的喜乐 这就是真正的喜乐 所以一个人单纯的去追求喜乐 反而获得不了喜乐 而当他去爱的时候 他不经意之间就获得了喜乐 所以喜乐的原因是爱 那爱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提到了 爱的原因是被爱者身上的善 对不对 所以必须是真正的善 而不是看似为善的恶 所以如果爱的目标是看似为善的恶 会导致什么结果 我们刚才串起来这个逻辑了 对不对 如果你想有喜乐 Joy 你就需要有爱 对不对 爱会生发出喜乐来 那你要想有爱 你必须有被爱者身上的善 good 对不对 所以从善会生出来爱 从爱生出来喜乐 那当这个善是真正的善的时候 这个爱是真正的爱 这个喜乐是真正的喜乐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会爱上一些看似为善的恶 而当我们爱上看似为善的恶的时候 会怎么样 我们会产生错误的爱 虚假的爱 我们会产生虚假的喜乐 所以 例如 对吧 你说到底什么是虚假的喜乐呢 比如说 偷情的时候感觉到的快乐 是一种虚假的喜乐 虚荣心得到满足的时候的快乐 是一种虚假的喜乐 因为它建立在 一个看似为善的恶身上 对吧 说 这个女孩真漂亮 真善 又美又善 但是呢 我是一个已婚男子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 我怎么就感觉这么善呢 这么好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虚假的善 是一个看似为善的恶 对吧 同样的虚荣心也是一样 对吧 别人夸我 我好开心啊 对吧 我带着名表 开着名车 走路都带当了呢 对吧 我一出来 众人目光注视着我 我那种感觉真的好啊 那种好是虚假的好 是假的好 所以当我们爱上 看似为善的恶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虚假的喜乐 那种快乐是假的 所以彼得后书第二章 提到这种虚假的喜乐 彼得后书第二章 第十三节说 那些行不义的人 喜爱白昼艳乐 他们已被玷污 又有瑕疵 正与你们一同作息 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看到吗 彼得在说什么 彼得在说这些不义的人当中 他们也有爱和喜乐的这种现象 但是他们所爱的并不是真正的善 而是看似为善的恶 所以他们喜乐 他们爱什么呢 他们爱白昼艳乐 他们喜乐什么 他们以什么为乐呢 他们以自己的诡诈为乐 他们在外表上装出 他们是说与你们一同作息的时候 就说明这些人 他们还是在教会里的 所以他们以这种装作假的 这种敬虔的被别人夸赞的这种 他们觉得这种很快乐 所以这种虚假的喜乐 被称为希伯来书被称之为叫做最终之乐 所以最会让人感到快乐 罪人以罪为乐 但是那个以罪为乐的乐 是虚假的喜乐 而不是真正的喜乐 因此只有真正的善 才会产生真正的爱 而产生真正的喜乐 而最终极的善是什么呢 最终极的善是上帝自己 一切受造物身上的善 都只是影射那位最终极 最纯粹的善 也就是上帝自己 因此当一个人深深地爱上上帝的时候 他就能从这个爱当中 汲取真正的超越这个受造物的喜乐 所以保罗说 我们是以神为乐 什么时候你能够感到 因为上帝而感到快乐 当你想到你的神的时候 你的心中会不由自主地生发出来喜悦的情感 我的上帝是如此的美好 我如此的爱他 他的存在真好 有这样的一位上帝存在 他做我的天父 我在耶稣基督里 他赐给我如此多的美善 并且他把他自己赐给我 他说我要做你的神 你要做我的百姓 有这样的一位上帝真好 什么时候你能够说 我以这样的一位上帝为乐的时候 那个就是你对上帝的爱的一个 带给你的最无限的享受 所以彼得说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然看不见 但却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看到吗 这是彼得所说 因为你们爱他 所以你们会生发出来这种荣耀的喜乐 这种喜乐是遮盖不住的 这种喜乐是这个世上的苦难 一切的软弱罪都遮盖不了的 反而在苦难当中 这种因着对上帝的爱而生发出来的喜乐 更加显得耀眼和璀璨 因为别人看你说 哎呀你都受苦成这样了 怎么 如果要是换作别人的话 早都怨天尤人了 早都已经拍屁股不干了 你怎么还能够喜乐呢 因为我对上帝的爱 使我能够在苦难当中 不是因为这个苦难本身 而是因为上帝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虽然是痛苦的 同时他是喜乐的 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 耶稣因着摆在他前面的喜乐 看到这些用词 分析你想过圣经的作者 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吗 摆在他前面的喜乐 就暂时忍受十字架的痛苦 你说喜乐跟痛苦这两个事 怎么能够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圣经经常这样说 把喜乐放在痛苦和苦难当中 雅各书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的失恋当中 要怎么样 要怨天尤人 要跟上帝发怨言 要跟上帝说不公平 凭什么让我经历这些 没有 你们落在百般失恋当中 要以为是大喜乐 神经病吧 只有神经病才会这样 因为这个喜乐是超越苦难的 因为这个喜乐扎根在上帝里面 我们谈过了说 我们因着对上帝的爱生发这种喜乐 那上帝对我们的爱呢 上帝有喜乐吗 上帝会因为爱我们而感到快乐吗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问题 可能你没想过 我爱上帝我感到很快乐 这是一件事情 但是上帝爱我 上帝会不会感到快乐 当然我们知道说 这个上帝是无情感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并不是在谈上帝的本质 而是在说 上帝以祂的子民为乐 的确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 上帝因着我们而感到快乐 圣经说 上帝喜悦祂的子民 你有想过这点吗 你有想过吗 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感到惊讶的一句话 就是圣经竟然说 上帝要以祂的子民为乐 上帝以你为乐 你说我以上帝为乐 这个事情还是有道理的 对不对 因为毕竟上帝是终极的善 那些不以终极的善为乐的人 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无知和罪 但是上帝本身值得我们爱 但是反过来这是一个极大的 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那就是因为爱的基础是善 而在我们中间没有良善 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良善 但是上帝竟然说 我以我的子民为乐 我爱我的子民 我爱这些没有良善的子民 这是何等大的一个 让人惊讶的一件事情 那这恰恰正说明了 上帝的爱的主动性 上帝的爱不是被动的 被一些本身是可爱的东西吸引 上帝的爱是主动的 自发的 完全自由的 而上帝因着他爱我们 所以他后次百物给我们 包括他赐给我们 那些能够令他喜悦的美德 公义圣洁 他把这些当作礼物赐给他的百姓 使得他的百姓能够被称为是 被他喜悦的百姓 所以你看到这个 上帝所爱之人身上的善 对吧 上帝产生对我们的爱 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一些善 但是这些善并不是我们自己自发出来的 而是上帝先赐给我们的 是源自于上帝的 所以上帝喜悦 他先赐下来给我们的善 这就是奥古斯丁说的 主啊 求你赐给我们 你本身所命令的 你所喜悦的 求你命令给我们 让我们去遵行 命令你所喜悦的 但是求你赐给我们 你所命令的 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 就是上帝永远先存 上帝永远先行 所以这就是 希伯来书的作者最后所说的 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 第二十到二十一节 最后这个作者 写完这封信之后 祝福的时候说 他说 愿赐平安的神 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 行他所喜悦的事 所以你注意到 希伯来书作者说什么 是上帝自己成全你们的结果 是你们能够行上帝所喜悦的事 这是上帝成全你们的结果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完了 爱的享受 爱带给施爱者快乐 带给施爱者满足感 所以接下来我们 下一周我们会聊 爱的最后一个行动 就是联合 所以我们今天先停到这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关于爱的享受 还有什么问题 OK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的天父 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主要你赐给我们 这个美好的礼物 就是爱 不仅为着 那被爱者的益处 也是为着施爱者的益处 主要你叫这爱 不是成为负担 而是成为 一个甜美的 一个现实 一个能够带来喜乐和满足的现实 主要因此我们也大大的赞叹 不仅是赞叹你所赐给我们 在我们里面那颗 去爱受造物的心 而且不仅是那颗 能够转向你而爱你的心 主要我们更加惊叹的是 你主动来爱我们的心 因为在我们里面毫无良善 但是你却亲自在你的爱中 主动地来寻找我们 并且厚四百物给我们 把各样属天的恩赐交灌给我们 好叫我们能够被塑造成为 逃你喜悦的样子 因此主我们也深深地知道 在我们自己里面 没有任何能够对依靠的 一切都是来自于你 因此我们求你 我继续将那些属灵的恩赐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发出来 就是各样的圣洁公义喜乐 和各样的能够逃你喜悦的事 因此主我们继续地祈求你 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 在我们所面对的生活当中 各样的景况 面对各样的苦难的时候 依旧能够有 因着从你而来的爱 和爱你的心所生发的 超越苦难的喜乐 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祈求 是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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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